國際最新來關心 義大利二十三號發生登山 纜車空中墜地的意外 造成十四個人死亡 其中一個人是孩童 當局初步判斷 纜性斷裂 不過真正的原因 還有待調查 所有人員進入纜車墜地現場 纜車車廂殘骸散落 在斜坡樹林裡 這起意外造成傷亡 在知名度假小鎮 斯特雷薩引發高度關注 纜車是從空中墜落二十公尺 樹林地是比較陡 增添救援困難度 一輛救護車還因此翻覆 索性無人受傷 義大利基礎設施部聲明 這起意外是發生在 二十三號中午十二點半左右 當時登山攬車載著十多名乘客 往海拔一千四百九十一公尺的 莫塔羅那山頂 車廂內還有兩名孩童 分別為五歲跟九歲 當局出動直升機 緊急將兩人送役 但九歲孩童傷重不治 根據以色列外交部資料 死者當中有五名以色列人 當局初步評估可能是攬線斷裂 以針對這起意外展開調查 斯特雷薩登山攬車是當地頗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單程二十分鐘能眺望七個湖泊和阿爾卑斯山脈景觀 每個攬車車廂限制四十名乘客 一九七零年啟用 二零一四到一六年間維修關閉 之前因義大利為遏止新冠病毒疫情而關閉 最近才有恢復營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